弟子认为孩子会是一个仗允 请问这种想法是否正确 不一定是仗允 这个想法不正确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会带给你烦恼 带给你麻烦 如果你真正把这个障碍破除 那在佛法也相当时间的修训 你才有误处 急着要明白 去到美国找魏斯医生 为什么呢 一个深度催眠 让你知道过去深中 这个极世的 这些因因果果 你就明白过来了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